主料,鸡蛋三个,虾仁一包,补料,酒黄,盐,味精,水,淀粉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煎炸虾仁烫熟后,用洁洁干部把水洗净,留后用,鸡面去壳用筷子打烂,放盐,味精,少量水,淀粉少量,韭菜切颗粒一同放入搅拌均匀, 最好加少量猪油,炒时候比较滑,锅内上火放热油,带油滚后爆虾仁翻炒几秒钟后用路烧成整,然后再次锅内烧热油,加少量猪油,把一杯好的鸡蛋和虾仁放入混合翻炒,翻炒几下即可,我是分开炒的,我吃虾过敏,烹饪技巧,炒的时间不要太久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